今天的她 一样也会出现吗 喂 佳雪哥 起来了吗 如果你迟到的太久的话 你就 一辈子找不到女朋友 知道 早到了 给你买牛奶去了 小白耳朵 话不能乱说啊 如果我这辈子真找不到女朋友 你就完蛋了 走吧 去前面那个早餐店写作业去 走 走 做文本 画写吧 她应该没看 你吃早餐了吗 让我去买份早餐吃 有什么好吃的 这个是最新款的红豆面包 需要一个吗 好啊 然后再帮我拿瓶那个水 蜂蜜水 嗯 真的不吃啊 还有别的什么吗 这个也可以 对 拿一个这个 好 多少钱 发麻就可以了 等一会儿就是 好好写 写完有蛋糕吃 好好写作业 你要不如先把牛奶喝了 等会儿凉了不好 等会儿凉了不好 干嘛 你要不如先把牛奶喝了 整得好像我要想你的似的 好 好 妹妹 你该不会是因为我刚跟你开了个玩笑 生气了吧 一句话也不说 我要写作业 行 写吧 咱们 你是男无人吗 不是啊 我是一和的 一和 那 暑假的时候会回一和吗 不会 为什么 你关心这个问题干嘛 就 写作业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 我偷看了你的作文 所以写了一篇新的 补偿 你 你偷看了我的作文 那是我写着玩的 我有一个朋友 喜欢他哥哥的朋友 后来他就放弃了 但是最近他没有遇见了 王智 感觉你对我有意见了 小朋友 不喜欢你叫我的小朋友 我已经成年了 你这个朋友 他在纠结什么 后来纠结 那个哥哥 抓紧了 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他当妹妹 看看我啊 像不像你说的那个 中央空调 喜欢吗 之前不都是说 是妹妹吗 还真把我当你哥了 那你帮我暖暖 我们不太适合你 现在确实不太适合你 鼻子也没个能分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能追你吗 鬼进多端的老男生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你可别想爽和我 段佳许 我 真的跟你在一起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 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 沈沈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 长得帅 成就好 就很有魅力 又帅又有魅力 我感觉 他也有一点喜欢我吧 我很喜欢 你太幸福了 不是所有人的暗恋 都是双脚 不用做的 但是他的家庭 你了解吗 你知不知道 他怕吃个杀人犯 段佳许 你们讲目前这个情况 那还不如分了比较好 你追谁不行 你追我妹 你有没有点了解 对不起小妹 为什么要打她 我为什么不能打她 就因为我喜欢她 所以段佳许她做错了什么 我是不是真的名字大 为什么我妈妈都没了 只要有我丧志在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佳许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 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才发现 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 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 你不是说过吗 所有不好的事情过去了之后 剩下来的就都是好事情 所以 准备好了吗